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就不错了啦 大学以下你要听Podcast 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好不好 他们哪有时间听的东西 对啊 我觉得大学我就已经开心了 我已经满足了 好 一定有 我觉得大学一定有 那就OK 如果你是大学生有在听我们节目 拜托在IG上留个言 留言一下 让我们知道有逆存在 你就只要回复说我是东海大学三年轻 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们就很开心了 我们就不会一直讲过境的流行用语 我们就会讲一些新的用语 我们就不会讲什么LKK的用语 好老喔 LKK 大家大家放心 我们接下来十名没有讲到LKK 这么古老 这么经典的用语这样子 OK 第十名呢 是串共 串共 串人的串 共产党的共 串共 来自台语的出来讲 意思是喊话对方出来面对 带有点挑衅的因为 不知道大明有没有听过这一句 有 应该有吧 这句话我国中的时候蛮常用的 因为其实这句话真的蛮适合用在任何地方 对 而且我是会讲这个字的人 这其实就跟你刚刚前面那一个台语是一样的意思 嗯 对它其实就是我们口语上的东西 我们用助音把它打出来 对 对助音打出来的时候变成中文字 他就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对 但你念出来你就会觉得 帅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有用过吗 你有用过这个字 用爆了怎么会没有用 真的假的 一言不合 串共 但是现在还会 对啊出来修书 快点出来 帅帅 会啊 我现在不太用这个词了 有时候会啦 有时候会啦 这很像兄弟在讲的 说实在在台中 我很常用台语在跟人家讲话 哦 对 在台北我就不会那么自然而然的 嗯 讲出台语 串共 嗯 串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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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有有有有有 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样子 有海线的味道 没错没错没错 串共应该是那时候蛮流行的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很早出现了 这个是在2010年PTT举办的流行语大赏的候选名单之中 距离现在已经14年了 OKOK 在第九名 还有一个是酱汁的酱 还有一个是约翰的酱 但这个东西好像某一个年代真的很流行 因为有些歌曲好像真的有把这个东西 拿来当作歌名跟歌词里面的东西 对如果你看它有出现在那个年代的歌里面的话 代表这个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流行用语 然后干嘛降 其实我应该不用解释吧 我应该不用像你刚刚那师大来解释 因为这个很好理解 应该很容易吧 应该就很直觉 这比较像就女生比较在三岸的时候 干嘛降 其实很多大陆人 他们在对台湾人的既定印象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模仿台湾人 但我说实在的哦 他们在模仿的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台湾人是对你们讲话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 你不会觉得人家讲话特别赖 可是很多大陆女生很喜欢学台湾女生讲话 对但他们学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但我自己在听的时候 太刻意了 自己台湾人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啊 就大概是那样子 就不会特别赖 但我后来有仔细去分析这件事情 我发现大陆人他们讲话是太过直接 他们的鱼尾池的那个用法 他们很少用 太清晰 他们很少用鱼尾池 对 干嘛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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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会干嘛这样子啊 不会这样子啦 干嘛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啦 我们会多这样一个啦 他们就觉得那个啦很娘 干嘛这样 他们对他们就他们就觉得很娘 怎么你们会用 去哪里 对 去哪里啦 去哪 不一样 挂 怎么每个都像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缺点人家 对岸的女生 每个都很像妈妈在叫说儿子去哪 这样子 对 吹咣啦 那是海线 完全走错地方了 走错棚 第九 第八名 沙很大 这个好老哦 这个要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大美知道吗 知道啊 哎呦 大美知道 这个我知道 郭书瑶的啊 那时候是广告吗 没错 那是2009年的电玩广告 那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很荒谬的广告 那时候好像他好像是第一个做这么荒谬的事情 嗯 就是因为其实电玩游戏大概以前都是做说这个游戏有多好 或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但他那个年代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什么电玩美少女 哦 电玩女神 这从他开始对不对 其实他啦 从他开始代言 小弦啦 然后还有那个谁 呃 杰林 我不晓得 有个叫杰林的 反正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有所谓的电玩女神 他们就会把美女跟电动包装在一起 然后那个广告真的很荒谬 因为整个游戏没有讲到你的游戏到底好玩在哪里 也没有什么 就在狗爪在那边说 沙很大 然后在那边咬 露捏捏 然后在那边咬啊咬啊 他就说杀很大杀不用钱 然后我看了广告 你说公家 我有点忘记那个话 但是我记得这句话 后来很常用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太荒谬了 所以大家就把它拿出来调侃 就是说杀很大这样 杀很大 但我不知道这东西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 对啊 怎么用啊 好像就是说 我就没有查到说 有些店家的特卖会用这种字眼 来告诉大家价格真的打了很多折 就是吓杀的意思 真的杀很大 有欸有欸 现在感觉还有欸 有些布条还是会 杀很大 应该还是会啦 就是现在好像会延伸成 用个什么动词很大 像吃很大 抄很大 埋很大 真的欸 你这个用很大喔 是从这边延伸出来的 对是从这边延伸出来的 不然以前没有 没有这种用法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子 对这是第八名的 杀很大 再来第七名 GG 你知道GG吗 GG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很常用啊 GG我觉得已经 算近期了 我觉得大概 近期哦 大概五到十年内吧 嗯 因为其实GG 现在可能有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GG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GG的来源吗 居然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就是 这样死掉 挂掉的意思 GG就是挂了 挂了吗 但是GG它其实来自于 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 也是游戏 其实很多的这种小 流行用的都是来自于游戏 对 然后GG的意思其实是 它是缩写是good game good game 就是好游戏 嗯 就是我今天打赢你了嘛 它其实来自于新海争霸 欸新海争霸 还是世纪帝国 嗯 世纪帝国 它在打赢你的时候 我今天投降了 嗯 我就跟你说 啊 你打得真好 就跟你打good game good game 就说你打得真好 这样子 哦 它是一个礼貌用语 打快点 GG 没有 它就缩写 它就直接打缩写 就打GG 就是good game 就跟你说好游戏的意思 这样 同时意味着我死了 哦 GG 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被延伸说 哇 GG了 这样子 GG 这个好像真的很常用 因为很好用啊 然后GG又 又好打 对 念出来又有一个 GG 很好笑的意思 这样 哦 我GG了 GG了 我觉得那个年代很流行 完蛋了 现在应该好像还是很常用 打字很容易用到 对对对 然后再来第六名 我觉得第六名 这个年代跳太远了 这个 哇 881 886 这个我真的 但是我那时候是几十通 你说MSN 我没用过MSN 这个好久 那是在几十通跟MSN MSN是我 应该20年 有20了吗 我大学时代 我大学时代用MSN 然后国中时代用 用几十通 亚护几十通 你有用过亚护几十通吗 有啊 我以前是用几十通啊 你的年代 你根本就 可是MSN是 你讲反了吧 MSN是比较早的 没有啦 MSN是Microsoft Microsoft 它很后面的 MMSN不是 登登 登登 那Microsoft 那MMSN是很后面的 是哦 MMSN还可以丢贴图或什么的 然后几十通没有啊 几十通就显示那个啊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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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是MSN 是MSN 对 那我是用几十通 状态是MSN 我非常有印象 真的 因为我会非常注意 我自己是不是现在 A片没有关掉 不是可以自己 什么东西了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个年代超多人 就是 那名字啊 他不是名字后面会 呃显示 你现在正在收听什么歌 蛤 对 你最近放过的媒体 那我没用过 我没用过 我真的恐怖耶 然后就说 小事正在收听松岛风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于老师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朋友就说 好看影片哦 你怎么会知道这样子 你如果在看到是 然后你同时又没有把那东西都能关掉的话 大家会知道你刚正在听什么音乐 我没有用过这个 那是几十 那是MSN 那个年代非常流行 你就是用什么 886 886 886 可是现在我还是会用 以前打游戏好用啦 对啊 因为打游戏就 我只要按数字就好了 数字就好了 对 9898 9898 对不对 对 主好对了 989898 94G8 94G8 没有啊 那时候很少用啊 是吗 很少用吧 我现在还是会用 G8人啊 G8 G8人应该还蛮多的 但9898真的很多 主好对了 989898 对 我就蛮流行的啦 881 886 881 但现在好像小朋友可能 可能 你可以教你儿子 那他再回去流传一次 我觉得他们一听 他们听了之后 他就会回我 刚刚的第十名 以购买 以购买小孩子 哈哈哈哈 以毒乱回 他想说公杀回 没有想听 你这么OG的东西 这样子 真的是老炮 来再来第五名 第五名是 轻 这个 这个算流行语吗 我觉得这现在 还是很常用 就你很轻欸 对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已经 已经不是一个流行语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语了 对啊 好像已经变成 大家既定的一个 形容人的 对 精神状态的感觉 这样 哇你这个人 轻轻的哦 对 喝酒醉 大美 大美 你真的轻轻的哦 我在解释这个词啦 我是在解释这个词啦 我很常 我很常被人家 用这句话识吗 真的吗 你看长辈 这样讲什么 那你会回答什么 我是跟你屁事 真的吗 如果人间跟你说 哇你轻妹 你会怎么讲 你才轻嘻 你会生气吗 有一点 真的哦 被讲轻会是 因为我觉得轻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哦真的哦 就我而言 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 如果是绿茶的话 绿茶应该会讲说 怎么会轻 人家那么轻你才轻 应该会这样子吧 你说如果是绿茶的女生 如果是绿茶女生 她会被讲轻 因为轻代表有点 可爱 哦 对吧 这个字是理解到可爱吗 轻啊 就是哇 你有点疯疯癫癫 但是疯癫癫有点可爱 哦 对嘛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疯 我就说 你姐消杂我 我宁愿被讲消杂我 真的假的 我觉得轻有点 就是你很像很笨的感觉 你觉得消杂我还有 还有 因为消杂我至少 我觉得你只是在形容 我很疯狂 这个消杂我不是已经是 超级贬义的吗 是吗 消杂我对你来说没有贬义吗 我觉得还好 真的哦 我觉得轻反会让我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 你觉得我很笨吗 你怎么会是我轻的 我昨天在跟我岳母聊天 我岳母她就说 她生气的时候 她不知道怎么骂人 她说她很不会 就是跟人家吵架 对 她说每次她一生气 然后吵到要吵架的时候 她说不知道骂什么 她就 你你 你姐消杂我 哈哈哈哈 她是不是八点档看太多 可能是 她说她不知道骂什么 她就选这剧这样 选这剧这样骂 那消杂我应该对她说 是最顶的 最顶的骂人 但是因为她完全没词汇 所以她只好讲 对啊 所以消杂我对她说 是这么顶的骂人 不可能说 你 你就骂人耶 哈哈哈哈 我就跟你讲 你看骂其实戴眼可爱 哦你哪里骂 哦你很骂耶 对耶 对啦 我对这个词要稍微有点 我觉得你的那个用戀 你会不会其实很常 会说人家的意义 对我很常会说别人 我很强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那个男生想说 哇你很骂啊 想说对你是有好感 马上让她下船 然后现在在痛掉她这样子 敢下船 很解 老娘不干啦 很解 敢骂我骂的人 完全搞错这个意思了 真的真的 好现在有点理解了啦 再来第四名 ORZ ORZ好老哦 但这个出现在五月天的歌里面 真的哦 你记得吗 不知道 什么 真的 ORZ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 就会有 就会有那流行的用语 那年代非常流行 ORZ ORZ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还知道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这个我完全没有用过 因为其实ORZ 这三个字的小写啊 你从正的看会发现是一个人跪在地上 你现在看的是大写 你把那个R想象成是一个小写 它就是一个人跪着撑在地上 就有点像啊我输的啊啊这样子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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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用诶 超市场的感觉 以前很常用啦 以前很常用 就是我不知道回你什么时候 ORZ ORZ 你都一直冲淡 就很讨厌啊 我刚才以前那种最讨厌的人 就是会用这种东西回你 然后感觉好像自己很酷这样子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 最讨厌人家回我什么吗 两个等他 等于等于 对我气死 我以前看到那个想说 你可以不要回 没关系你知道吗 我以前很讨厌 还有什么 点点点 点你老 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两个小老鼠也很烦 小老鼠是惊讶 他讲 他不知道回什么 跟你回两个小老鼠很烦 怎么办 我好像回过你这个 有吗 真的假的 我有回过你小老鼠 到底要干嘛 你就 你少回个贴图嘛 就是回个傻隐的贴图 还是怎样 不是贴图有时候 没那么直觉性的暗数 我可能在打字嘛 小老鼠 小老鼠 好用啊 结果有时候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要回等啊等啊 他说 就简单啊 好暗啊 可是等于不是就是 也是有点很解的感觉吗 其实等一等就是 我有点不耐烦 对其实我看了 我会想说你这什么意思 你是不爽我吗 你就讲话 不有趣吗 或怎么样 干嘛回什么等一等 那就是白眼的意思啊 你就是放我白眼 那待会你说 这是分隔线 分隔皮眼 我们的聊天室到时为止 然后分隔 不要再聊这样子 再关掉就好了 曲解一下这个意思 句点这样子 那ORZ我不知道你还知不知道 那个年代还流行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 什么 叫做OGC OGC OGC 这不是一个口语的东西 OGC 这个东西我不在这里讲 因为这是一个18斤的东西 我希望各位大家不知道的 回去自己看看 把这个词呢 不要正面看它 把OG这个词立着看它 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 OK 那我们现在这边不讲 好 我们让大美自己回去体会 好 他等下晚上半夜10点 你就会说 下次我知道那是什么 我们就期待 他会不会再转给我这样子 OK OK 再来第三名 OMG 这现在还在用 这很好用吧 而且 这东西其实外国人还是会这么讲 还是会 就是 因为他们有时候不会 他们其实 你知道对他们来说 有些人是信God 有些人是信基督教的 有些人不信基督教 他就不能说Oh my God 因为God这个东西本身 就是指耶稣基督 如果你今天不信耶稣基督 你怎么可以呼唤你的主呢 对吧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用 Oh my goodness 这样就可以 对对对 他们就会省略那个 God这个东西的用语 但OMG也是一样意思啊 我就省略了这个 God这个的意思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是缩写啦 你也懂我意思吗 OMG 对吧 我觉得这东西好像 不是流行用语啊 这好像就是一个 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 就口头禅啊 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 我同时超爱用这个耶 我觉得你用了 我也不会怎么样 我也不会觉得说 哇你怎么 突然跳出一个什么奇怪的词 但他现在都会 我同时都会这样子 OMG OMG G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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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晓得啊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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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每次就是很大很照的时候 我讲很照 他就会讲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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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惊讶的时候 就我觉得那个年代 可能是一个流行用语词 到后来 因为真的太好用了 大家还是会 又被流行回来 大家会一直持续的用 他就变成一个平常常见的词 这样子 流行回来了 再来第二名咯 阿不就好棒棒 哦这个我还是很爱用诶 这句话很靠北 这句话就跟你刚那一句一样啊 刚那一句叫什么 阿不就好棒棒 你刚那一句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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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就好棒棒 而且讲这句话真的就是要带一个 因为好棒棒 就要用你刚刚那个表情 可是这个很多贴图也有很靠北的贴图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 这好像蛮好用的 而且到现在 好好用 大家都还是在用 可是我觉得年轻一点的小伙子可能不太会用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但很好用 很好用啊 很好用 然后还要拍手 阿不就好棒棒 对就是 你不知道该回这个人什么的时候 就回他阿不就好棒棒 阿不就好棒棒 其实很好用啦 我说实在的 对啊我觉得这没有退流行 我觉得这应该还在 这应该还可以持续撑几年 他应该还可以再战十年我在想 对 他不就好棒棒 既然最厉害的第一名 这个我真的认定 他绝对是一个 一讲出来 他绝对就是一个老人 如果你今天还在看到有人用这个字 他就是老人 绝对没有年轻人会用这个字 好少人 大家应该想到是什么 就是 插滴 插滴 不能讲XD XD就弱了 要讲插滴 台湾人都讲插滴的 没有在讲X的 插滴 插滴 我们那个年代 PTT 所有人都在那边跟插滴来插滴去 插插插插插插 用爆 一堆插的滴 一堆插滴滴滴滴滴 对 但现在真的真的很少用到 好像淬上面也很少用 Amerika 我其实自从有人开始流传说 用XD的呢是不是都是老人啊 这句话之后我想说 我好像要少用一点XD 了弥 然后刮虎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 我会写那个 你知道他不是 里面会有emoji吗 对 emoji到底要怎么用 是直接打中文吗 中文你是怎么用emoji 我就直接选啊 从哪边选 贴图那边选还是 贴图啊 你从贴图去选emoji 他不会在文字后面啊 我希望他跟着文字后面 他可以在文字后面 真的哦 是另外的 但我真的好老哦 等一下 你不知道 我怎么打 我就想说 我就会打说 大美你这样真的好酷哦 然后就后面 后面写笑死 笑死的时候 他第二个就是贴图 你真的不知道可以 然后就按贴图 文字后面放表情符号吗 我是啊 我是文字后面放表情符号 你那个表情符号是文字 我是用文字啊 去搜到那个贴图 然后把它贴上去 所以不会有文字的笑死 你懂你是吗 我懂 我就是想说 我懂我懂我懂 因为你知道 我在打字是一个逻辑 是一个流程嘛 我不想脱离 我这个打字的流程过去 我还要去找贴图在哪里 那不是更慢吗 对不对 其实插滴是一样的意思 插滴我就只要改成音大 对 换成插滴滴滴滴滴滴 我就可以表现出 我现在在笑的表情 对嘛 对 只是我现在还要去 跳去换贴图 荒谬吧 这是有表情符号啊 你怎么不会用 你好像真的没用过 我现在在看 你是在哭你啊 你真的不知道 你是在哭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流行 对 这也是一个流行 这是一个名音 但是是老的 这是一个乡主句 是过气的 但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他就转过去看他说 你为什么是在哭啊 这个很多老男人很爱用 没有他这个其实以前是真的说 你是不是在哭 对啊 只是现在被流行 被延伸到说 你是在哭腰哦 哦 哭腰变成哭 你只想说你是在哭 你是在哭哦 对 哭腰哭吧 你很哭 对你很哭 对你很哭 对现在也会这样子啊 我也会 你真的很哭耶 对 哭什么不知道 就讲一些白痴的话 你很哭耶 我真的很哭耶 就哭耶哦 对对对 我管都在 我们突然衍生多一点 我们衍生超多哦 美式聊的流行用语 没错 OK这就是我们10大 已经退流行的流行用语 没有啊没退了 希望各位还在用的 省省思考一下 现在还在用的朋友 要吃保健食品 没有没有 对对要吃要吃 那个保健食品啊 那个鱼油啊 鱼油啊 那该吃的啊 对对对 那个手机 手机不要越拿越远啊 叶黄素啦 挥起来挥起来 我一些朋友手机 开始越拿越远就说 老花了 看不见了是不是 对啊 就越来越远 就是一个老花的趋势啊 对对对真的 真的真的 那字体越来越代 也是 如果你还在用这些用语的 神圣思考一下 对 就跟你自己的好朋友 留这些就好了 要是你有儿子 不要用了 不要用这个了 他就说 哇你真的很老 很老 太老太解了吧 解老爸 老爸很解的 OK我们现在讲了 10大最流行 跟已经退流行的用语 对 我又想到了一个主题 好 叫做台语俗宴 我完全进到一个 更OG的时代 T3有零龙 没错 我就是想说 刚好讲到这个主题嘛 那我想到的一些 自己生活中 有听过一些台语俗宴 但我觉得这些台语俗宴 不是一个非常流通的那一种 它不是一个 全台湾共同性的 有点地区性 就像我们刚说的 它是一个小的group 在用的这群人 他们用的很爽 爽到最后 就是要让大家都觉得 都知道 你知道最有名的 我跟你讲一个 我高中时代 有个非常有名的东西 有个东西叫做苟且 你一定不知道苟且是什么 因为这东西 只有我们文华高中的人懂 如果你今天有在听 你听得懂苟且 你老了 而且你代表你是台中 文华高中的学生 真的 真的只有这个学校的人 会用这个字 苟且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两个今天 偷偷保去约会 偷偷保去暗像打炮 苟且 因为苟且偷生 无聊吧 超无聊 超无聊 超无聊吧 就这么无聊 对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会说 你跟谁谁谁 你跟他没有去苟且 其实蛮深奥的 很深吧 对啊 它就是这么无聊 然后你解释出来就说 是哦 是哦 酷酷酷酷酷 酷酷酷 大概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这东西就是 真的只有那个小group 才会懂这样子 我们讲一个台语俗言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好 第一个是 小咖无味流 小咖无味 你有听过 你有听过这东西吗 好难讲 小咖无味流 就是你疯到没有尾巴 这样的意思 没有尾巴 然后我去查了 我查不到来源是什么 真的假的 我查不到来源 那你怎么会 这个是我自己的 一个彰化的朋友 哦彰化 对 然后他在自己的IG上面 po了一句 就是他老公跟他说 你小咖无味流 然后他就在IG上面 问大家说 到底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然后如果真的没有人听过 代表就是 真的很小众嘛 对 但结果超多人听过 然后我想说 哇靠 真的有这东西 然后我后来真的有去查 真的 有人讲过我这个鼠宴 真的有小咖无味流 这件事情 所以他在指什么 指说这个人真的太疯了 太疯癫了 风到无极限 最顶的 最顶的风啊 小咖无味流 这个词非常特别 一定很少人听过这东西 第二个哦 第二个东西 我觉得保证没有人听过 但我在我们家 我们家都会用这个词来骂我 但我一直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词 如果有人听过这个词 拜托拜托拜托 来我IG上给我留言 给我说你有听过这个词 我真的觉得这东西 是不是真的只存在我们家 拜托 让我知道这件事情 OK 这个词叫做 无言 无言 他的用法是 小事 你今天很无言 什么意思 就说你这个人 做事 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 认真想要去知道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我那时候就问我哥 我说 你到底 他每次都用这个字骂我 然后我就说 你到底是不是知道 无言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 他说他有去查 他查到说 他其实来自于 三国时代 有一个人叫做魏妍 魏妍 他这个人最有名的事情 他就是踢翻了 诸葛亮的七星灯 七星 他的诸葛亮在做法 他想要引那个东风 然后被一个很笨的人 成事不足 把他踢倒了 那个人就叫 无言 然后在台语就叫 魏妍 这是一个人 然后 你把他形容 被拿来当成形容词 我听一听的 他觉得 好像能理解的 这个他也很难念的 魏妍 就是魏妍 超难念的 然后我们就变成 有点魏妍 魏妍 我小时候被骂到 我就完全没听过 我小时候我妈跟我哥 天天骂我这个东西 我骂到想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神哪里来的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完全没听过 全部美食调的观众 拜托 让我知道我不寂寞 如果你有被骂过的 让我知道 如果你有骂过 不是你有被骂过 对对对 你有被骂过 我相信你是被骂过的 如果你 因为这个年凌晨的话 这个年凌晨应该很久了 这应该很老 我们现在讲这东西 已经比什么ORZ 还要来更久之前 再来第三个 我这个超少 这叫做 吃筋脚皮 皮夹隔离 夹隔离 夹隔离哦 不是夹帅哦 不是夹帅哦 夹隔离是什么 夹隔离其实就是 基石的白色的部分 夹隔离 夹隔离就是有点像疙瘩 对 基石它不是一坨的 它里面会有一颗一颗一颗的东西 白白的东西 会有一颗一颗的 它应该叫夹隔离 夹隔离 吃筋脚皮 配夹隔离 那什么意思 用意思来自于说 你今天要是有一个人失恋了 他说 你骂过了 你就爱吃筋脚皮 配夹隔离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只是那个已购买小孩爱吃一样 你很荒谬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今天失恋了 已购买小孩爱吃 那个比较坏 那个还好 它是更坏 它刚说你失恋了 那你就要吃香蕉皮 配基石 对 才会治疗你的失恋哦 如果那个他真的就很笨 还是他其实是要讲说 这件事情会转运 那你真的要去试吗 你今天都去试 这么惨了 我要去哪里买鸡鞋啊 没有那个年代应该很多 那个年代有养鸡的这样子 我猜应该是这样子吧 但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像是有人失恋 我来试试看 但我跟讲这东西很常用 很多人用 但是真的在 左水系以南吧 我觉得 但那张话以南的会比较多这样子 没听过 没听过 再来哦 难哦 这句话我是听我岳父讲的 我真的 我听了之后 我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 这句话叫做 好难 我要再想一下怎么念哦 好 因为他真的很难念 这个字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真的有够难 测吗 不是不是 这个东西叫做四十 它是一条横线 四条直线 这叫做四十 一条横线一条直线是不是十 一条横线一条两条直线是不是二十 对 它这个字叫做四十 台语叫做 然后我那天 什么意思 我岳父跟我讲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你在讲英文吗 我都听不懂 很像客家语 对 我就说什么 然后就说 就上了四十岁就会那个 我说什么 不拒 听起来就是好像不会怎么样了 对不对 没关系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上了四十岁之后 因为我那天 其实为什么 岳父跟我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开始跟他讲说 我觉得我没有像以前 这么有冲劲 我觉得我年纪已经过三十岁之后 开始 我对于人生的憧憬 没有那么强烈 我没有像以前觉得说 哇 我一定好像可以 做到什么成就 或做到什么事情 我发现好像平平稳稳过完一生 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了 对 对 就是你的身体机能开始 没有像以前那么强壮的时候 你的精神状态也开始 渐渐跟着你的身体在走下坡 这叫做 他直接帮你这整串话 用四个字 没错 这么精辟 他用四个字形容你现在的心理状态 你讲不错 但是你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啊 就三十岁 就三十岁 对 我想说你不急 这个有点害口音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是我念的有点不是很标准 对 但我真的 我听了好几遍 我也是讲了好几遍 我能听到讲的是准的音 就是这个了 OK 再来 我查到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过这东西 但我只是查了之后 我觉得这东西太荒谬太好笑了 它叫做 听起来很不好听 你觉得什么意思 类似 类似 跟小有关系 跟小有关系 你吃小 你咬到骨头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东西 类似是奥小 奥就是烂掉了 过期了 奥小 过期的小 过期的小 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咬你的骨 我那天看到 我那天在查的时候 我说 这东西也太荒谬了 这有什么用 这有什么用 这个我觉得 最大的用途 应该就是拿来骗你 处男吗 应该就拿来骗女生的吧 骗女生的 就骗女生要约炮之类的 跟她说 我真的 那个奥小 如果再不出来 再不出来 我可能就奥小 我最能想到的情节 大概就这个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你这样讲 我完全理解了 很理解吧 对 我那时候查到这个 第一个直觉 我是爆笑 第二个直觉 想说 我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 这很难用 而且现在绝对 没有人用这个机会 因为你打出来 可能没有人看得到 我刚才 你现在就算讲出来 你也不一定能听得懂 奥小 对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只有这个前进 对约炮的时候 就是叫约炮 然后你要骗人家 就是跟他说 我只疯一点点 没有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跟 很久的老婆 不是很久的老婆 是什么 不是 结婚很久了的老婆 很久没有那个 对对对 应该是类似的 对对对对 就说没有信送我 或怎么样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说这样不好 对身体不好之类的 应该是吧 我觉得是 应该不是约炮 我不知道 约炮很怪 我只是在想说 他到底有没有 更好用途 他只会折到四个字 跟我屁事 以购买 以购买小孩 现在只要上个字就好 以购买 以后我不知道回答你什么 我就写 以购买 我真的太荒谬了 这一集真的 奇怪的东西太多了 对 如果你有什么 听过的 厉害的俗言 或是流行语 对 你自己也觉得太荒谬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欢迎来美食聊的 IG问问我们 我们一定 不会回答 我们会帮你抠出去 把这东西宣导出去 让他说 原来还有这样的流行 没错 没问题 我们今天节目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这样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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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帮我们追踪按订阅哦 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是不是更想知道 我们的庐山真面目呢 请在IG上搜寻 美食聊 就可以看到咯 拜拜 拜拜 顶起来